現在動向 這就是70張 2秒又多10張 2秒多一點點 然後我希望它能夠做一個S型轉過來 所以呢 我們會先 我會先這麼做 我會先挪中間這張是在哪裡 中間這張應該是在這裡 而且中間這張應該讓它旋轉 超乎嘴旋轉 這時候它已經過來了 所以一開始它不應該 不應該就直接穿過來 所以一開始應該先上去 那我就會在一開始要上去的 合適的時間點 先把它往上挪 然後現在先旋轉讓它 鼓嘴對過來 所以一開始應該在這邊 然後到這邊之後呢 轉下來 然後接下來到這裡 再往下挪 然後 這時候你可以把這個 嘴巴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它 有看到軌跡 然後希望到這邊呢 可以 做快一點 旋轉往上這樣 然後它就會往下 轉到這邊的時候 好 然後這把再往前挪一點點 所以這裡呢 先到這裡來 轉回來 然後這邊做旋轉 動態 然後再到這裡 快到的時候再轉回來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小小的軌跡 一開始的時候呢 先做旋轉 旋轉快一點 旋轉 然後到這裡 它就轉過來 然後它現在往下的時候 然後發現 發現這條軌跡有點 不是那麼直 有點S型 有沒有 那我就挪到35張 然後調整它 調整比較直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 插弓旋轉 繞過這幾個柱子 比較平順的動態 到這裡OK嗎 這個就是屬於 我在下Key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做的 到這裡OK 接著呢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再多講一個 在這裡 這個叫做客服編輯器 客服曲線編輯器呢 我們把它打開來 請問一下同學 你們現在有SYD的概念了嘛 對不對 這邊就有SYD SYD 我們現在用移動的方式 移動的方式所做的呢 請問一下移動的方式所做的是 Possession還是Rotation Possession Possession 還是Location呢 Possess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選Possession的話呢 你會發現現在有三個曲線 但是呢 又分成SYD D為什麼是平 因為D完全沒有作用 我現在如果要做D有作用 那我就是在某個地方往上 這樣你就會看到D是有作用的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為什麼D還是沒作用 因為我忘了打開AutoKey 所以它現在一起都往上挪了 所以要看AutoKey才有作用 D把它開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現在呢 從前面這個白點到後面這個白點的作用 它是從這邊開始起跳到這裡 如果前面這邊沒有35張 後面沒有這個47張 它就會像是飄起來 所以我現在希望35張到47張這邊 是跳起來的 然後我就是中間這邊跳起來 這樣子它就會從這邊跳起來再往下 所以這個跳起來這樣子 雖然看起來有跳起來 但實際上它跳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再把它判掉 告訴你D軸的動態就是高低 S軸跟Y軸呢 是代表平面的S型 如果現在只做直直的往前 它就只有S軸的移動 然後我現在你看到我現在Y軸 Y軸的曲線是一個曲線嘛對不對 選擇任何一個點 你會發現有這個拉霸可以拉 而且這個拉霸動的時候呢 這也跟著動了 S軸也是一樣 這邊有拉霸 你也可以動這個拉霸 所以S軸的曲線動成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曲線有跟著動 但是你要記住 這個平面呢 它S跟Y是一併的 是一體的 所以呢 你在考慮S軸的曲線的時候 你要考慮Y軸的曲線 這樣子它這個S型的曲線才會動得漂亮 到底這也OK嗎 到底這也OK 這代表這是有曲線 但是 我現在希望它做那種所謂的 是瞬間移動 S型的瞬間移動有沒有 S型的瞬間移動 我現在重新做喔 砍掉它 第一個Kick 我們一樣下三個 中間這個放在這裡 上面這個放在這裡 下面這個放在這裡 然後它現在動起來應該是很順了 但我希望它不要這麼順 我希望它動起來是 叮叮叮三個就好了 現在我把中間這個把砍掉 同學請問一下 我怎麼讓它做瞬間移動 用這個方法怎麼做 其實用這個方法可以做 也是有點笨 你看喔 現在五十五張在這裡對不對 七十張在這裡對不對 你把七十張這裡的key 五十四張摩到這邊來 這樣子 五十四張這邊就不會動 直到六十九張瞬間移動到七十張 你會發現它現在就是 瞬間移過去了 十五張摩到前面這邊 這樣它就會瞬間移動過去 零張移動到這邊 所以每個都是 前面這邊基本章它是 零到十四張 它根本沒有動 一直到十五張 瞬間移過來 十五張到五十三張 基本章它都沒有動 一張摩過來 一張摩過來 所以所謂瞬間移動就是 一張摩過去 一張移過去 可是這個做法呢 其實是屬於笨的方法 我再把它砍掉 笨的方法我們都可以做到 它又回到曲線 我們現在把這個曲線模式 把它開起來看的時候 現在把它全選 所謂的瞬間移動就是 勾選這個 你會發現它現在的曲線模式 變成轉直角 你只要點開它 所有的曲線都會不見 這樣它就會變瞬間移動 這樣子了解嗎 我們下午還會講 這邊的其他的模式 現在因為第一張 跟最後一張不一樣 所以呢 我把它 往中間摩 70張我摩到35張 再把這個零呢 零摩到最後一張 然後 這樣就有點倒撲 這樣懂嗎 這樣它就會摩過去 然後又摩回來 這就是瞬間移動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做法 做像是 第10張的時候 摩到這裡 這樣它就會 叮叮 然後 在15張的時候 叮 在21張的時候 叮 27張的時候 叮 然後 32張的時候 叮 就是從 從這裡到這裡 然後發現這邊的 這個歪軸 它不是垂直的 所以一樣把它選起來 點選這個 這種方式呢 就有點像是 你們知道所謂的 那個 逐 逐格動畫嗎 逐格動畫就是 白個Pose拍張 白個Pose拍張 所以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做出 有點像 逐格動畫的感覺 那 這種方式呢 其實通常是用來做什麼 做那種 瞬間 瞬間的動態 我現在做一個 小方塊 不要下去 然後 把它的那個 Puboter 來到這裡 現在 現在 它是一個 開關 開關 第0章的時候 是在這裡 然後 下個Key 第5章的時候 摸到這裡 這樣 那第0章到第5章 不是就會掉下來嗎 對不對 然後 25章的時候 又把它回到 第0章 然後 40章的時候 這樣 它其實是 不像開關 所以呢 在這樣的動態 全選 但是它因為現在 只有這個 旋轉 S軸 所以你也可以 直選 S軸 然後改成這個 這樣子它看起來 就會像開關 開關就是 啪啪啪啪 一下就上去 一下就下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不同的動畫效果 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做 但是奔方法 永遠可以解決一切事情 就是 有心就可以做到所有的效果 好 那現在我們就介紹了兩個 一個就是比較平和曲線的做法 另外一個就是 打開 曲線編輯器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做 瞬間移動的做法 練習完這個部分 好